你知道吗 为了知道自己的纬度位置 居然搞瞎过很多人的眼睛 这个视频带你认识一下 纬线和纬度 如果你把地球仪拿在手里 仔细观察 会发现地球以上 通常会有横的竖的很多条线 连织成网把地球仪包裹起来 咱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些横线 你会发现 它们都环绕地球一圈 但长度并不一样 最长的这条 正好在地球的最中间 这就是赤道 沿着赤道切下去 不偏不倚 刚好可以把地球切成南北两半 所以赤道也是南北半球的分界线 其他横线圈和赤道明显是平行关系 我们都给所有这些圆圈 共同起了个名字 尾线 进一步观察 所有尾线和地轴是垂直关系 而地轴与球面交点是南北两极 所以地轴只是南北方向 那与地轴垂直的尾线 自然就只是东西方向 再进一步观察 我们发现 尾线的长度 从赤道向南北两极 是在逐渐变寡的 直到两极极点处 缩为两个点 历史上 有个叫马尔库斯的马其顿人 当年他随著名的马其顿军团首领 亚历山大一起东征 准备为英明的君主 献上一幅世界地图 他发现 从西向东走的过程中 各地的季节变换 日照高度和白昼长短的变化 都很相近 于是他在地图上 绘制了一条东西方向的尾线 这也成为了 有历史记载最早的一条尾线 可见 尾线是人类假想出来的 在地球上并不真实存在 那也意味着存在无数条尾线 为了区分清楚这些尾线 我们就给它们标注了不同的度数 这就是纬度 那不同尾线的度数怎么得来的呢 我们还是从赤道入手 既然你是最长的尾线 那就正好位于南北极的中间 那么咱们就规定赤道为零度尾线 其他尾线以赤道为参照 与赤道的角度距离 作为自己的尾度 以北半球30度尾线为例 用它的任意一点连接到地球的球星 这条直线与赤道所在平面 赤道面之间会形成一个夹角 这个夹角的度数就是30度 按这个算法 与赤道面是垂直关系的南北极点 度数值就是90度 这也是尾度的最大值 所以尾度是从赤道向两极 再逐渐变大的 再来想个问题 咱们首都北京 大体在北半球40度尾线上 可是北半球也有个40度的尾线 这两条尾线怎么区分呢 我们还是以赤道为参照 在赤道以北就叫北尾 用英文中表达北方East的North的首字母N来表示 在赤道以南就叫南尾 用南方的Sauce的首字母S来表示 那北京所在的北尾40度 就可以表示为40度N 悉尼所在的南尾35度 就可以表示为35度S 为了便于描述位置 人们还规定 北尾30度到南尾30度之间 为B尾度地区 30度到60度为中纬度地区 60度到90度为高纬度地区 好了 总结一下这节课的知识点 首先 与南北极距离相等的大圆圈叫赤道 所有与赤道平行的圆圈叫尾线 然后 所有的尾线只是东西方向 但尾线的长度并不相等 赤道最长 并从赤道向南北两极逐渐变短 到两极缩为一点 最后 赤道的纬度是零度 从赤道向南北两极度数逐渐增大 直至90度 赤道以北叫北尾 用N表示 赤道以南叫南尾 用S表示 以30度 60度 90度为界 可以把世界分为 低尾 中尾和高尾 三大地区 复个财战 我们都知道 中国在北宋的时候 就已经广泛使用指南针 其实 当时咱们还发展出一套 依靠星辰高度 来确定纬度的方法 叫千星术 正合就是靠着它 往返与浩瀚的印度洋 当时 欧洲人的办法是 眯起一只眼睛 用另一只眼睛 直接观察太阳位置 进而判断纬度 结果 长时间的用肉眼和太阳 正面硬当 这不瞎才怪 所以 你在很多影视剧中看到 古代海盗常常试的独眼龙 这种形象 并非空穴来风 虽然听起来 欧洲人比咱们观察的方法 生猛了点 但可见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人类很早就有了 违线的概念 和标定纬度的办法 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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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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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